不只睡覺 除了上廁所跟吃東西以外 挖掘的過程都不能中斷 經過了連續32個小時不中斷的挖掘 我們成功挖出了一條長10萬格的通道 就在這一刻 我正式成為了一個金氏世界紀錄保持人 欸喔小柯 不知道對各位來說 麥塊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呢? 在沒有玩過的人眼裡 它可能是一個沒有目標的無聊方塊遊戲 對剛開始玩的人來說 它可能是一個恐怖遊戲 對玩了幾年的人來說 它可能是一個無限累積財富 又或者是競爭激烈的PVP遊戲 而對我來說呢 麥塊是一個挑戰自我極限的遊戲 我有一天就突然想到 我既然要挑戰自己的極限 那我就乾脆來破一個麥塊的金氏世界紀錄好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成為金氏世界紀錄保持人有兩種方法 一種是提交一個由自己發想的新項目 再由金氏世界紀錄判斷是否要採用 並且新增到他們的資料庫 第一種就是直接挑戰其他人已經創下的紀錄 並成為新的世界紀錄保持人 很明顯的第二種方法比較挑戰性 所以我就開始尋找了合適的世界紀錄 麥塊的世界紀錄我分成了三種 第一種是不可能超越的 例如最古老的伺服器 最多人下載的地圖 或是最多人同時觀看的麥塊直播 第二種是無理頭到我都不知道怎麼通過審核的紀錄 像是最快做出並吃掉三個蛋糕 最快馴服十隻馬 還有最快用觸控螢幕蓋出活塞門的紀錄 最後一種紀錄就是有機會超越又充滿挑戰性的 也就是我在找的紀錄 這種類型的紀錄全部列出來之後其實還蠻多的 因為挖通道是所有麥塊玩家都有做過的事情 再加上麥塊本身就是以挖掘文明的 我最後決定要來挑戰最長的生存模式通道 最長的生存模式通道呢 目前的紀錄是六萬九千四百二十個 對,我很確認他是故意的 講到這邊 我相信已經有很多觀眾迫不及待想要留言說 可是某個通道明明就更長 這個就牽涉到金式世界紀錄為了公平性而設置的規章 首先呢,最基本的 破紀錄的過程必須全程錄下來 不是一個很長的通道就可以申請 再來就是必須使用當時官方最新釋出的遊戲版本 任何輔助用的模組跟插件都不能使用 規章裡面還有更多細節 但大多數光這兩項就不會通過了 那麼決定好要破的紀錄後 接下來思考的是如何超越這個紀錄 有玩過minecraft的人都知道 附魔可以讓稿子挖得更快更遠 但是如果今天要幫上百把稿子附魔的話 要怎麼做會比較快呢? 我一開始是使用附魔台一把一把慢慢附魔 但因為拿到的附魔是隨機的 很常附到根本用不到的魔 後來RNG越來越糟糕 我就改用跟村民交易附魔書 直接弄出需要的附魔 為了讓觀眾有參與感 我最後選擇讓觀眾決定通道的最後長度 只要在我直播挖通道時佔助一台幣 通道最後的長度就會增加兩格 所以為了以防工具不夠 我最後花了六個小時做出了六香介服盒 也就是162把效率5耐久3的鑽石稿 方法搞定之後 下一步要來決定要在哪裡挑戰這個紀錄 因為地獄石很軟 可能會有人建議在地獄進行 但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地獄比主世界危險很多 只有挖一千格的話還好 但是一次挖好幾萬格死亡率會上升很多 再來就是之前的紀錄都是在主世界進行的 為了安全起見 我最後還是選擇在主世界挑戰 而為了避開深板岩和岩漿 我的通道高度選在Y20 順帶一提 我知道趴抓可以省下很多時間 但是我後面會講到為什麼這樣子做 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那麼既然事前準備都已經處理好了 接下來就剩下實際挑戰的環節了 1月23號大約下午1點15分的時候 我踏上了挑戰世界紀錄的旅程 因為我自己沒有挖過這麼長距離的通道 再加上通道的長度是由觀眾們決定的 我也不知道這個旅途會持續幾天 無論那天挖了幾格 我一定都會挖滿8個小時 如果以每0.35秒破壞一格方塊下去算的話 我第二天就可以超越世界紀錄了 但是事情當然沒有這麼簡單 容我向各位介紹這次挑戰的最大阻礙 水窟 原本30秒就可以挖過去的距離 可能就因為遇到水窟 就會變成要5分鐘 某竟然有好時不時在1.18的時候加了一堆 結果我們第一天結束時只挖到了2萬格 而我們的目標長度也從69,420 被熱情的觀眾們增加到了102,132格 有了第一天的經驗後 我們第二天的效率快了很多 再加上阿瑞圖中送了一把劍跟水中呼吸的附魔書過來 讓我們遇到洞窟跟水窟時可以順利一點 最後我們一天內就挖了2萬5千格 讓通道的總長度來到了4萬5千格 而目標長度則上升到了11萬3千260格 第三天因為距離世界紀錄只剩不到2萬5千格 我們只要拼一點就可以創下新的世界紀錄 本來一切都很順利 但是途中呢 我發現我昨天不小心把裝滿鑽石鏟的界斧盒當垃圾丟掉了 後來阿瑞圖大老遠幫我送了一盒新的過來 危機才解除 挖了快8個小時後我們終於突破了世界紀錄 而且竟然是發生在水窟裡面真的是有夠嘲諷的 最後我們選在6萬9千6百96格結束的這一天 目標長度呢則是來到了12萬6千666格 所以距離旅途的終點還很遙遠 第四天還蠻順利的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 關台時通道的長度來到了9萬3千格 目標長度也上升到了14萬0162格 第七天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離目標只剩13633格 只要最後不要超過25000格 我們就可以在當天完成這個通道 經過了與觀眾們的一番拉扯後 我在挖了6個小時的時候成功趕上了目標長度 我們的通道最後的長度就確定是151330格了 就這樣再耗費了大約55個小時 挖了30萬格左右的方塊後 我們終於成功創下了新的金式世界紀錄 原本應該是要這樣子收尾的 破完紀錄後不久我看了一下我的email 我終於收到了將近三個月前申請的詳細規範 在這裡講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每個世界紀錄都有自己獨特的一套規則必須遵守 而當他們說申請後這晚12個禮拜內會收到的時候 我沒有想到他們指的是大約12個禮拜才會收到 所以我就算有提前申請 那封email也沒有趕上我的直播 導致我犯了一個世界紀錄保持人也犯過一次的錯誤 那就是沒有一口氣挖完這個通道 對沒錯不能睡覺 除了上廁所跟吃東西以外 挖掘的過程都不能中斷 因為網站上跟類似的紀錄都完全沒有提到這個規定 所以看到這項規則的時候我心都沉了 但是到如今我只剩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放棄挑戰 承認自己的失敗讓我的觀眾們失望 另一個就是照著規定一口氣重挖整個通道 廢話我們當然是選第二個啊 這個還有一個是說的 那就是我們在這兩個人 這就是我們在這兩個人 在這兒的想法 然後我們在這兒的船裡 就是這一個是說的 那就是那些人 那就是這一個是說的 我們在這兒的旅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十二个小时不中断的挖掘 我们成功挖出了一条长十万格的通道 原本我是打算挖到原定的目标长度 但是挖到了十万格的时候 我的身体就尽快撑不住了 再加上详细规范里面 还要求我们在挖完之后 马上跑完整条通道 于是我最后又花了三个多小时 从通道的终点跑回起点 还记得我前面说趴子挖会造成反效果吗 我指的就是这个 挑战结束后我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 整理了所有申请记录需要的证据跟文件 并在二月九号的时候提交给了金氏世界记录 一般情况下 送出后要等十二个礼拜才能知道审核结果 因为我想要尽快开始准备这部影片 再加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在不确定自己努力有没有白费的情况下 度过十二个礼拜 我就花了大约四百英镑申请的快速审核 六天后也就是二月十五号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金氏世界记录的email 上面写着我的记录已通过审核 就在这一刻我正式成为了一个金氏世界记录保持人 成为记录保持人后 我就可以在他们的网站上面申请证书 而我的证书在我还在剪这部影片的时候就收到了 很遗憾的是他们的展示框缺货 所以我没有订到 为了以防万一我申请了两张证书 你们可以猜猜看哪一张是免运费的 可能会有人好奇 如果记录被超越的话我会抢回来吗 我这边已经有想到几个可以让我通道挖更远的方法了 但是破这个记录有点伤身 所以我顶多再抢回来一次而已 好的 那么感谢各位看到这边 这部大概是我目前为止 花最多时间跟金钱制作的影片了 所以容我在这边提醒喜欢这部影片的观众们 可以按个喜欢与订阅 那么这个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拜拜